那麼相關問題我們來請教一下歷史哥 賴清德眼中的台獨 好像跟我們大家都不搭一樣 您覺得賴清德是在裝傻還是無知呢 賴清德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如果無知大概下面有一些比較差勁的幕僚 大概確實是有點無知 但賴清德肯定不是無知 賴清德他是認為自己是全知 他是全知全人的賴神 開玩笑 賴清德的性格就是這樣子 他真的出事的時候 他就要讓人家當電背 而且絕對不會是他的錯 這是大家一起錯 所以我就沒有錯 這個就很有趣 這有一個理論是這樣子的 你如果去一個精神病院 請問是你是精神病還是精神病 是精神病呢 抱歉你才是精神病 因為精神病的人都認為自己不是精神病 那正常的人就是精神病 賴清德他就是在跟完這個顛倒邏輯 今天如果台獨是少數 那台獨肯定有問題 可是不是 如果當台獨變多數的時候 那不台獨的人就有問題了 他可以這樣玩 但是這就是賴清德的性格 他喜歡玩這種偏俠邏輯 其實我從讀書的時候 因為我們學校本身歷史就非常的綠 所以常常在跟這些台派獨派的朋友 這十幾年來 也是跟他們聊的實在太多了 所以都很清楚這些玩法 這些玩法都不是新鮮的 但是賴清德在等一個時機 他在等的是說 他想賭賭看 他賭賭看什麼 第一個賭他能不能成為總統 就成為領導人 第二個 他能不能夠在有一個窗口的機會 把這個台獨的論述給到最大化 這一次他覺得他等到一個時機 也就是他在反制 所謂的懲戒台獨22條的時候 剛好 你看這個懲戒台獨 就是針對所有台灣人而來 今天的做法就出來了 馬上陸委會把這個燈號連條三級 我們剛剛開播前 跟陳翔在聊天的時候在搞笑 就說你們現在跟土耳其大地震 俄屋戰爭差不多 橘色燈號 這實在是 連想不到對岸現在是哪裡橘色燈號 而且最好笑的是 中國到這麼大 依照旅遊警示燈號的話 一般來說還會按照地區來劃分 通常可能是以一級行政區 省級行政區 比如大陸就是省 市 直轄市 可能在其他地方 可能州或什麼來做調整 這是歷來我們看到的都是這樣 結果他不是一口氣全 中國大陸全部都是橘色燈號 所以可以看到 他就是在製造一個認知作戰 而且是個逆向認知作戰 就是他認為他台獨不夠多 沒辦法支撐起他 沒辦法保護他 他現在心裡慌了一批 但是越慌他越有自信 所以我說這是他的人格的一個盜反處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很不自信 但又激烈自信的人 很不自信什麼意思呢 其實當關起門來夜深燈禮的時候 他對自己是始終懷疑的 因為事實上他不是最頂流的學生 他跟柯文哲比還輸了一點 柯文哲是台大一路就是 匪陶匪最強的這樣出來 雖然柯文哲有重考 雖然柯文哲也不夠強 但不管怎樣 柯文哲在這方面還是比較強 他是成大的學士後醫 他是藥學系轉醫學系 所以就他們那一代人這麼重視 這種所謂學習的純正性 寫這種純正性來說 他事實上並沒有這麼樣 他自己想的厲害 可是他就要很厲害 而且他對自己的出身 既是自卑也是自豪 他的爸爸很年輕的故事 這當然是一場悲劇 因為那時候的礦災什麼的 我們可以同情他 但可憐之人必有可憐之處 他就把他這樣的一個 他們賴皮聊到現在還沒拆 對對沒有 他拆了怎麼拆 他在Google上面把他抹掉就拆掉 我想黃老師應該有去Google 看一下街景就知道 中福路84號 我本來去現場做過直播 大家還要跟著我去旅 但是賴清德還有一個很好玩的 就是他前面一直在講說 他要找第五重隊 但是他現在又說全台灣人都是台獨 到底誰是第五重隊 誰是台獨 這怎麼回事 他這個人怎麼時空錯亂 還是邏輯錯亂 那到底在講什麼 因為他是神 我說他是全知的神 所以什麼就以他為出發 今天你有罪沒罪 不是你自己決定 是我判決你的嘛 所以對他來講 第一個 在中國之前 我們家括號 中國之前 所有的台灣人都是有罪 都是帶著台獨的原罪 唯一一個叫做統促黨 他們是無罪的 因為中國是接受統促黨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但是在中國面前無罪 不代表在我賴神面前無罪 你們這些人 如果不趕快洗敵人心 這也是他自己講的 親口所說的 洗敵人心 改變想法 認真來支持台灣派 台灣意識 台獨意識 那你也是有罪的 所以這些人 不願意改變的人 就是第五種對 而這裡面高風險分子是誰 就是陸沛 將官 外省人後代 等等等等的這些 或者是像我們這種 平常在電視上 在媒體上批判他的 我們是屬於高維族群 高號發族群 他還定義很厲害 這個沈柏洋 我最近真的懷疑他精神有問題 因為我今天看到他幾篇新聞 就怪怪的 不過沈柏洋的理論 是賴清德非常喜歡 因為他畢竟過於民進黨 不分區男性第一 他請他來絕對不是 請他來這邊喝茶吃飯的 賴清德的不分區是精挑細血 因為他有很大一塊是沿用救人 然後都是派系妥協常用 他唯一能動那一點點 他就把沈柏洋放進去 沈柏洋理論是這樣 這些人平常跟我們一樣 吃飯 睡覺 上課尿尿 都一樣 他不會是有危害 但一旦只要解放軍一來 共軍一逼近的時候 他們會基於這種焦慮感 他就跳反了 所以他們就會變成高維的帶入黨 這就變成第五中心 從內部破壞台灣 所以這些人要好好的把他監控起來 所以賴清德現在用的這種方式 其實在歷史上似曾相識 我最近想了想 我突然想到是什麼 就是日本殖民時代的招式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日本人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呢 台灣人你黃民化不夠啊 你要用力黃民化 但是你還是不是日本人 沒關係你加油 你加油到最後 你又可能變日本人 但誰來決定你是不是日本人 永遠是日本人啊 你是不是日本人 你永遠是日本人決定的啊 所以你只能拼命拼命的 把自己變成日本人 所以當時台灣大概有 1到3%的黃民化家庭 那是改意信誓 改穿和服 改用和信 然後改這個什麼 改拜神社 這樣子去改變自己 可是他們始終沒辦法變日本人 這個就是PVA的最高手段 讓你求之所欲求之而不得 那我就可以操縱你的人心 所以這就是洗敵人心的手腕 這是泰青德在思考問題的當中 他比較細緻化的一部分 所以我才講 我們會覺得無能的是 他的中下層這些幕僚 沒有錯 這些新進的 這些比較年輕的幕僚 我覺得程度比較差 可是在他本身 在思考跟定位上面 他其實是很清楚的 最後我來講一個 我覺得他最近 有兩個可以形容 第一個 就三幹一不幹 就是幹藍白 幹老共 幹台獨 就不幹正式 但是這是我們的判斷 但是他認為說 不 你剛才想的三個對他們來講 都是正式 對沒錯 他就是幹台獨 幹台獨 必先幹內部 所以就要先幹藍白 然後對外要幹老共 他邏輯是這樣 但我們是覺得他不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所謂三戰的三種戰爭 什麼三種戰爭 第一戰民主內戰 全面發動 不管在街頭的青鳥運動 在社會氛圍上面的第五重隊抓捕運動 或者是在憲政層級 在行政層級 在政府層級上的視線的攻擊 這個叫民主內戰 全面翻動 看他可不可以翻盤 之後還有一個大罷免 他們提出 第二層級是什麼 是兩岸對戰 拉高兩岸對戰的態勢 來洗滌台灣人心 最終會達成台灣的整個內部整合 老美就會介入台灣 因為老美說 你台灣要先有防禦的決心 我才幫你 老美一介入 中美就會冷戰 這一冷戰下去 不就1950年代 第七艦隊護航台灣的再現嗎 那台灣就食指台獨了 所以他就是在想這個東西 OK